生日快乐 这么好啊 哥 你让我给莫菲姐买的礼物 你买好了 你买好了 明轩哥 你来了 怎么这么久啊 莫菲 她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人 她比我年长几岁 我们可以说是 青梅竹马 门当户对 你还要好 你知道不知道 你在吃关东煮的时候 唐明轩在干什么 她现在也对我很好 她会经常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 吧 quitting 莫菲 你们 都认识啊 你怎么跟方天认识呢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但是爱丽丝 她就是我在医院认识她 她是方健 是方笑愚的妹妹 所以 你到底还要瞒我多久 我没有想过要瞒你 那方健的事你只字不提 方笑愚为什么讨厌你 你也从来不说 我一直以为 我是你最亲近的人 可今天我才发现 所有你都知道的事情 只有我不知道 我想不要跟你说话 但是我觉得应该找到一个最合适的时间 我跟你慢慢地说清楚 什么是最合适的时间 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我们一起约会一起上班 就算不见面 我们也会挖微信视频 你要不要换一个更好的理由 我没有想要找理由 我想我要跟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但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吃了机会 我根本不在乎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 就算你们是青梅竹马 你们三年前差一点结婚我都不在乎 但我想说的是 我不希望别人来告诉我 是你 你的感受都懂 但是我可以很真诚地跟你说 我跟方倩的感觉这么多年了 就仅此是胸眉而已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 很努力地 想融入你的生活 你的圈子 可到头来 想发现自己是个圈的人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的 别哭了 我跟你道歉 我不希望你道歉 我不希望你道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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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莫菲就是你说的那个 一直鼓励你的朋友 这个师姐真小 所以 莫菲 是明轩哥的女朋友吗 不是 是 笑语 想让倩倩彻底走出来 就该告诉她真相 明轩她确实有女朋友了 就是莫菲 莫菲 是一个善良可爱的女孩 我跟她在一起都很开心 我跟她在一起都很开心 更何况明轩哥呢 倩倩 你没有必要强颜欢笑她 哥 我没有强颜欢笑 至少她是莫菲啊 她 一个比我健康 漂亮 善良的女孩 我说得不难看了 可是唐明轩呢 唐明轩根本配不上你 哥 不要再跟明轩哥赌气了 这段时间跟莫菲在一块儿 我真的放下了很多戒备心 我真的跟她在一起很快乐 我都这么愿意跟她在一起 更何况明轩哥呢 就是莫菲的个人魅力呀 可是莫菲真的不知道你是谁吗 我没明白 莫菲不仅是明轩的女朋友 也是她宁愿违背父母意愿 也要在一起的人 宁可违背父母意愿 这么看来 我和莫菲还有相似之处呢 只不过 她是明轩哥说什么 也要在一起的那个人 而我 是她说什么也不要的 倩杰 你就是太善良了 你有没有想过 她接近你可能就是想让你看到 她跟明轩在一起有多甜蜜 就是想让你知道 她跟你比就是不一样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莫菲不是这样的人 如果她不知道你是方笑语的妹妹 不知道你跟明轩的关系 那医院里那么多人 她为什么要接近你 为什么要对你那么关系 事情不是这样的 莫菲不是这样的人 夏雪梁 你是觉得倩杰伤得还不够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刺激她呢 况且我不认为你说的莫菲就是那种人 笑语 我们四个人是一起长大的 难道我会害倩杰吗 更何况 你真的了解莫菲吗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到底有没有目的 你敢保证吗 够了 咱们四个的事情 不要牵扯到我妹妹好不好 浅浅 对不起 我不该活的 哥哥太担心你了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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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好